奥特曼世界中有些奥特曼本是不大 但却有着Bug般的能力 以及一些能够扭转战局的Bug神器 但如果有时候听不可以用这些的话 恐怕宇宙中有多了四个菜鸟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位欧布 其实原生形态的欧奥特曼也是如此 其实还不如赛罗呢 关于原生欧布的实力数据 人物早就给出来了 客观来说确实不理想 幸亏他有欧布圣剑加持 这宝贝发出的光线非常厉害 说实话如果没有欧布圣剑的话 反正到奥特兄弟中肯定活不下来 恐怕连出的奥特曼他都对付不了呢 第二位赛罗 按照人类的年龄算 赛罗他刚登场的时候只有16岁 雷欧虽然格斗能力不错 但是他训练出来的赛罗 也不会比他强到哪去吧 可是再看看赛罗去怪兽牧场 分分钟就消灭了100颗怪兽 一看就知道主角光环在其作用 他开挂成究极形态 光灰头实力确实不错 那是因为借助了外来力量 说实话他是不开挂的情况下 确实是个菜鸟 因为实力数据还比不了艾斯泰罗呢 第三位杰德 其实杰德本身战斗力就很差 好在他们借来其他他们的力量 甚至连奥特之王都训练他 不过原生形态的杰德实力确实欲白 而且还长得特别丑 后来员工给他装备了一件究极武器 叫千罩战斗仪 据说比贝里亚还厉害呢 其实说句实话 如果没有千罩战斗仪的话 恐怕杰德不知道被打死多少次了呢 第四位贝里亚 其实他的情况也跟塞罗欧部差不多 没有开挂武器 终极战斗仪 他的势力也不是很强 虽然贝里亚体内有雷布朗多新人的力量 但是在实际的战斗中表现就很一般 还记得他打进光之国去夺等级资火花塔吗 当初奥特之父是战上风的 贝里亚一时都招架不住了 可是当他拿出怪兽战斗以后 就不一样了 一顿子下去 奥特之父受伤 只剩不住 贝里亚就这样子都拿走了等级资火花塔 现在的奥特曼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开挂的小女孩 不像以前的招和老奥 一样都是徒手批怪兽的 说实话 小别我还是喜欢招和老奥 你们呢 欢迎下帮女人讨论 喜欢的话 留个赞呗 想看更多奥特曼资讯 关注我 想听看 我们下期再见